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3085集 聊聊 火麒麟传承者 嗯 如果没有接受火麒麟传承 那你现在应该也在阴草地府了 牛头这话一出口 欧阳眉毛一挑 想了想说 牛头先生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没有接受火麒麟传承 那我的阳寿便是已尽了 嗯 牛头点头 随后再度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欧阳则是把目光投向了张凡 张凡微微一笑 来 喝酒 唉 小凡啊 在我接受火麒麟传承之前 你是不是已经从我的面向里 看出了一些东西啊 的确看出了一些东西 可是那个时候 我到航不曾到第三镜的天玄神像镜 所以也看得不太清楚 唉 欧阳轻叹 感激地看了一眼张凡 跟张凡碰了碰酒杯 随后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太多的话也没有必要再说 交了张凡这么一个朋友 他内心只有深深的庆幸和感恩 牛头先生 他儿子的情况你能看得出来吗 张凡望向牛头 他想趁这个机会尽可能多地向牛头打听一下 关于欧依诺的事 牛头听了 饶有深意地看了看张凡 哈哈 想套我的话呀 张凡同样笑了笑 随后坦率地说道 不知能否稍微透露一下 这个嘛 还是不跟你透露了 你们自己慢慢查吧 见牛头守口如瓶 张凡无奈 只能咋吧咋吧嘴巴说 行吧 对了 牛头先生 需要再加一些菜吗 那当然好 能弄个老式的铜火锅 那就更好了 没问题 张凡点头 随后从网上找了一家火锅店 直接下单 又让酒店工作人员 送来一瓶十年的三生装的酱酒 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送过来 没什么着急的事吧 没事 今天时间重遇 可以等 我也好久没来人间呢 吃这一口了 见牛头并没有什么架子 欧阳便问道 牛头先生 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啊 你现在是浑体状态 这一般情况下 魂体可是不能吃喝的 更加没有地方 可以乘放这些个吃喝入腹的东西 你这 等你到了圣经 自然便明白了 您 您是圣经 嗯 牛头点头 随后对欧阳说道 你也不必羡慕 你若是对于火锡林传承感悟的好 那道行抵达圣经 便是早晚的事了 这 真的吗 当然 这牛头嘴巴很严 张凡知道 他恐怕是什么也不会多说的 所以也就没问 只是随意的闲聊 吃完了饭 牛头便带着鹰鬼离开了 洗完了澡 张凡把那十三块形状各异的熔灵石摆放在桌上 他和欧阳仔细观察 感知起了这十三块熔灵石之间的联系 过了半个小时 欧阳满脸的沮丧 小凡 我实在发现不了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你有发现吗 没有 不过不用着急 咱们慢慢来 张凡从没想过 短期内便可以把这十三块熔灵石的情况给搞清楚 如果可以轻易得知情况 那恐怕这十三块熔灵石啊 早就已经没了 行了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早点休息 明天出发 第二天一早 二人便出发去往华山 华山 古城西越 雅城太华山 为五月之一 位于西省华市 在省会长安以东 一百二十千米处 南街秦岭山脉 北看皇位 自古以来便有 齐显天下第一山的说法 华夏之华 源于华山 由此 华山便也有了 华夏之根之称 华山是中国道教主流全真教派圣地 为第四董天 也是华夏民间广泛崇拜的神奇 即西越 华山君神 有七十二半悬空洞 道观二十余座 其中 玉泉院 都龙庙 东道院 镇玉宫 被列为国家重点道教公关 有陈团 郝大通 贺元系等 著名道教高人 如此背景的华山 有些个宝贝 有些个秘密 倒是非常的正常啊 上午十点钟 二人便到了华山脚下 这里遍布着农家院和酒店 二人把车子停在了一个名叫华山大酒店的酒店门口 张凡正想下车 手机忽然响了 是方浩鸣打的 喂 浩鸣啊 凡哥 我从宝门里面出来了 你现在在冰山吗 我想去看看你 哦 我在华山呢 啊 好吧 我本来还想找你喝一杯的 哎 凡哥 你上华山干嘛呀 我从我们宝门的资料里 看到过一些关于华山的情况 你需要吗 哦 说说 是这样啊 三百年前 我们宗门之人去华山 祭拜道圣 夜晚十点左右 天上降下了十九道天雷 落在了华山外围 却并未击中山体 天雷过后 漂泊大雨下了三天三夜 等到大雨结束 华山的正西面 折射出了一道十九色的彩虹 十九色彩虹 你没搞错吧 不可能搞错的 我仔细看了很多遍呢 好吧 那然后呢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记述就到此为止了 方浩明有一些不好意思 张凡子说道 行 我知道了 等回去以后我联系你 等张凡挂断电话 欧阳说道 这十九色彩虹 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啊 小凡 你说这十九色彩虹 会不会和那十九道天雷有关呢 有这个可能 走吧 先到酒店开个房 把东西放下 然后就上华山去转转 好 两人下车 通过酒店前台开了一间套间 正想转身 向电梯口的方向走时 身后忽然传出了一股倒气了 张凡两人回头一看 迎面走过来一鸣 三十多岁 表情严肃 留着分头的男子 此人实力 第二竟 第六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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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遇到十五个月 里面 emu